白车下杂道却猛烈撞伤忽然 车壳喷飞 白车瞬间90度横卡车道上 后方来车紧急下停 差点2度追撞 再看一次白车无故 网右偏一惨状 右侧板筋全毁 无法动弹 交通回堵 后面车辆驾驶都下车 等待警方处理 自装车祸在台中七四快速道路 市正路杂道 24岁成姓女驾驶没喝酒 但身体不舒服 酿成车祸 所幸人没事 而台中西区私人停车场 驾驶技术差 倒车后退离开 却撞上另一台轿车 照是驾驶下车查看 居然装没事就直接离开 也让民众傻眼直皮照逃 前方表示 因为事发在私人土地上 没有适用的法规 不过遭撞车主邮报案的话 可以协助求偿 另外台中市南区 晚上失点多则发生路口车祸 机车与休旅车相撞 但机车没倒 像骑背一样 45度立在路上 机车卡在车头内 警方合理才将两车分开 驾驶路边起步 却跟直行机车碰撞 详细噪音还有待追查 记者王君杰 扬声朋友费 太重 采访不到